当播NBA篮球快逊 星期四早早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其中骑士将对阵独行俠 独行俠需要守住西岸前四的位置 而且对主力球员上阵时间都需要把控号 多方兼顾必有一失 何况他们还要背靠背作战 独行俠这次不宜高估 另外阴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骑士近况并不乐观 由于双兵增多 球队战绩开始下滑 排名都被速龙超过 跌到辅加赛区间 不过上场对阵魔术 骑士都是凭借加兰特和马检伦等球员的出色 发挥主场击败魔术 指着连败的颓势 目前骑士阵容中 哥连塞斯顿 查列特·亚伦等人已经缺阵很久 而艾云莫比利上场都因伤提前退场 骑士内线位置已经捉襟见爪 老将其云拿夫上场甚至强撑32分钟 效果不错 保都未老的他拿了19分和7个篮板 除此之外 骑士头号得分手加兰特计打工牛后 再次得分25 在球队的关键时刻 核心球员的使命感更加强烈 今铺面对近期客战战绩麻麻的独行俠 骑士主场可以看高一线 阵容方面 还有前锋颠华迪等人相决 同骑士相比 独行俠近况可以说是相当不错 近五场赢足四场 不过需要留意的是 独行俠这些胜绩都是主场拿到的 而他们客战已经遭遇三连败 分别不敌76人 黄蜂和木狼 回顾独行俠最近两场胜利 赢着士哥场外 高白特决战 而对阵胡人就未能够同立邦尖士交手 明显对手缺少主力核心的情况之下 独行俠先能够赢得毫无原念 无可否认 劳卡当石现在依然能够轻松送出30家得分 甚至斩获三双都是轻松的事 但他们最近一次对阵骑士明显吃了斧头 之前连胜对手的纪录遭到中断 本赛季的骑士确实不容小脆 独行俠这次出征都是要量力而行 阵容方面 后卫背基等人触发健康与安全协议 另外后卫字 夏达威和前锋奔臣都因相倦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